一次一拆一整套猛卡车神龙兽觉醒恐龙战车套装是什么体验 你们都是怎么在评论区评论的呀 是像我这样吗 第一个白恶战车霸王龙 里面一辆战车 两个卡牌 一只威龙兽霸王龙 这个恐龙战车的玩法呢也比较有意思 首先我们先把战车的底盘打开 然后把这个小恐龙折叠 放到他的肚子里面 合上卡扣 然后把这个卡牌放在战车前面 十厘米的样子 推动战车去撞击这个卡牌 小恐龙直接被弹出来了 那我把其他战车全部拆出来 然后一起玩吧 太古战车三角龙 白恶战车万龙 韩武战车三角洲奔龙 奥陶战车小盗龙 太古战车五子一龙 猪罗战车大眼鱼龙 今天也把十二只恐龙全部拆出来了 他们已经被我装进了战车的肚子里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起来吧 出发吧 恐龙战车们 还有些没弹出来 场面一度混乱 但是很好玩很简压 这个战车玩法也比较简单 可以两个人PK 也可以多人PK 推动各自的战车去吸附卡片 根据威龙兽身体上的图案标志颜色 获得卡片上同颜色的能量值 依据能量值把小 判定胜负 那我的恐龙身上面是个黄色的图案 那卡片上面黄色的图案是20能量值 那我再来看看质量 可以获得多少能量值 恐龙飞出去了 恐龙身上的标志呢 是蓝色 这张卡牌上面是30蓝色能量值 能量值大的一方就获胜了 这个游戏呢 只要几个小伙伴一起玩 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改天我去找我小子 还有我弟 我们三个一起玩吧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我的视频 别忘了把你们的点赞点赞点赞 点上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